好啦各位 那這次一樣也有我們的手動更新啊 那每一次的版本更新 我都是使用手動更新的 那手動更新就在我們的官網 有我們的V247 那大家不要選錯了唷 手動更新是下面這一個 這個是完整安裝 那各位 手動更新啊 是提早更新你的遊戲到下一個版本 所以各位 在你今天 比如說今天禮拜二嘛 還沒改版 你就先不要更新 更新完了你就進不了遊戲了 因為這個是下一個版本的 所以大家請先確保 你今天該做的事都做完了 確定要關遊戲了 或者是你等12點關服之後 也可以再來做手動更新 也可以也可以 那手動更新就沒什麼了 手動更新 大家就直接儲存 那各位記得啊 手動更新呢 要建議大家用 系統管理員身份執行 比較不會有問題 好那照慣例 我們更新的時候 就來看一下 明天究竟有改些什麼 那明天有的東西不多 明天有的東西不多 那大家就一樣啊 選一下你遊戲所在的資料夾 那ok了之後呢 他就會開始跑了 好 那來看一下我們明天到底有什麼 那各位明天 明天沒什麼 呵呵 那首先明天呢 各位明天只有第一個 我什麼都沒做 這個就是掛機任務啦 這個就是掛機任務 那就我上一個影片有提到嘛 離線掛機是 登入就是在線上掛機的速度的一半 所以大家就盡量開著電腦掛吧 如果你想要 領到最多的經驗的話 那 你只是單純想要領取這個 累計時間的獎勵的話 你就算都開離線也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這個活動時間是 兩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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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天 你都離線掛 也是可以超過100小時的 沒有問題 神之子 對 神之子 嗯 不過我現在講也沒什麼意義了吧 因為 因為 我講完影片PO出去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呵呵呵 沒錯我們的免費一名跟神之子的創甲要結束囉 還有我們的 綻放花朵技能可以到11月1號 都給你用兩個禮拜 就是到馬戲團前一天 那明天沒有馬戲團哦 明天沒有馬戲團 明天 第二個活動是萬聖節小屋 我是都沒有跟這個小屋的活動啦 因為我自己本身沒有在用小屋 那 這次就會有新增這個獎勵嘛 23種的話會送這個雙人床 25個的話呢 會給你一個圖紙擴建圖 就大概是長這樣 那大家有興趣的就可以去收集啦 那這個呢 哦 是沿用去年的 所以去年你有收集的 現在也可以延續著 那就這兩個 就這兩個 沒有了 嗯 沒有了 明天就這兩個活動 那還有就是 蘋果美容美髮那些嘛 還有時尚隨機翔 那些 大家可以看我上一個影片 明天我覺得最期待的就是 武功寶珠了吧 明天我會抽個武功寶珠 OMG 這一篇也被逼爆耶 為什麼啊 武功寶珠還逼 都 都 期待這麼久了 哦 他們是因為這個哦 曾經的免費 哦 確實啦 確實 呵呵 那感覺如果 如果只有一個武功寶珠 可能還沒那麼多BP 呵呵 明天武功寶珠 武功寶珠 嗯 上次蠻好抽的啦 這一次不敢保證 我只能說上次蠻好出的 上次 黃廣 出現武功的機率很高 那基本上一百抽以內 基本上都一顆啦 基本上都一顆 那這次不曉得 這次就不曉得了 那明天我會抽抽看 哦 我會小抽一下 嗯 把阿代爾的創世武器準備一顆 去年啊 去年的武功寶珠好像掉到兩三圈吧 哦 真的掉超多的 那個時候掉了一半以上 因為那個時候武功寶珠很貴 然後一出整個疊爛 真的是疊爛 希望明天也可以保持著 去年的這個 機率 會公佈機率啊 可是要等明天他們官網 公佈 那明天就會裝馬戲團哦 這個就是在裝馬戲團哦 馬戲團要出的時候 估計是不會再跑更新的 估計啦 不確定 但應該是不會 所以明天雖然沒什麼 但是馬戲團已經裝進來了 那麽想不想要更新那麽久 這要看電腦 這是看電腦 這跟大小沒有關係 每一個人的更新速度都不一樣 我的電腦更新速度大概就是十 十來分嘛 沒有MDay的消息嗎 有啊 就是沒有MDay啊 這樣算有MDay的消息吧 有關於MDay的消息啊 那個消息就是沒有MDay 以後都沒有了嗎 倒是沒這麽說啦 就是下次一定 呵呵呵 下次一定 更新速度跟 對對對 這跟你的那個 本身電腦的狀況有關 像我是放D槽 可能放SSD的 可能啦 我也不太曉得 這方面不是那麽了解 艾希說 今年沒有 哦今年沒有 那就今年什麽都沒有 今年就是什麽都沒有的一年 哎更新完成了 各位有沒有 現在錄影時間13分 扣掉前面下載 講那個10分鐘啊 有沒有 差不多啊 我的電腦的速度就是10來分 有沒有 每一次都一樣 對不對 我 我不意外啊 大家不用緊張 這是我的速度 OK 那明天就可以 正式開玩 如果早上 有 如果早上有順利的 10點開服的話啦 就可以玩了 好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手動更新啦 那明天 五公開抽 感謝追隨